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站在坛旁要烧香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 坛啊 坛啊 耶和华如此说 大魏家里必生一个儿子 名叫约西亚 他必将秋坛的祭祀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 杀在你上面 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当日神人设个预兆 这坛必破裂 坛上的灰必倾洒 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 南北国分裂了 从此北国有208年 南国有344年 不仅南北两个国家政治上分裂 他们在敬拜的系统也分裂了 所以呢 这个北国的国王伊洛波安 他在这个他的国家的最南边的一个大城 叫伯特利 也造了一个金牛肚 然后呢 在北边 最北边的旦 也造了一个金牛肚 各自都设立了这个敬拜的系统 敬拜的节旗 也在这边也设立了这个非立位人 组成的祭司团体 要跟这个耶路撒冷一别苗头 那因为他很担心 百姓虽然政治上南北分裂 但是百姓如果在信仰上 都还是到南国的耶路撒冷去敬拜 他就很没有安全感 他信不过耶和华说 你只要诚诚实实的跟我守约 诚诚实实的遵行我的道 我必将以前怎么对待所罗门的恩典 也要将来对待你 必要使你的和你的子孙一直做王 可是耶路撒冷他 这个非常信不过神的应许 他就用自己的聪明来建立安全感 他就在伯特利跟旦 建立了两个北国的南跟北的敬拜中心 要跟耶路撒冷的圣殿 这个一别苗头 特别有趣是这个南部的这个伯特利 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殿 因此呢 故事就发生在伯特利 不仅南北政治分裂 不仅南北敬拜的系统分裂 南北的先知啊 好像也这个互别苗头的时代也开始 这边讲到一个犹大来的神人 他在耶路撒冷在伯特利要烧香献祭的时候 他就奉耶和华的命令向唐来呼叫 记得呼叫 因为这个字在十三章很重要 那在这个所罗门王 他整个偏离的神离弃的神之后 一直到这个以利亚登上历史的舞台之间 神曾经在这个利亡记上出现过五个神人或先知 那他们出场的时候 不论他有没有名字 像十三章这边讲到的神人 或是待会会讲到十三章的老先知 他们连名字都没有 但他们一定会有头衔 要么就是神人 要么就是先知 那他们的开场白一定会讲说 耶和华如此说 这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写作的方程式 那在这边他就说发一个预言 大魏家指的南国 会生一个儿子 名叫约西亚 约西亚的意思就是 耶和华所医治的人 约西亚呢 他在三百年后 才会做南国的国王 因此呢 这个从南国犹大来的先知 再发一个预言 他说三百年后 南国会的国王 叫做约西亚 他会来整个败坏 你北国的 这些不是敬拜耶和华 那些敬拜偶像 这些假先知 假祭司 假的这个献祭的系统 都会被约西亚来洁净 然后呢 他就说这个 今天我就要设个预兆 待会呢 你的坛会破裂 坛上的灰 会请倒出来 耶罗波安正要献祭啊 他要在伯特利 就是神的殿 跟这个 离他南部不远的地方 因为呢 这个 变亚敏之派 在南北分裂的时候 变亚敏之派也南北分裂 变亚敏之派的南部 最大的城市 就是耶路撒冷 是属于南国的 变亚敏之派 北边最大的城市 就是伯特利 是属于北国的 因此呢 耶路撒冷 故意在伯特利 也就是神的殿 他的意思就是神的殿 这地方 要来献祭的时候 竟然有南国的 这个先知 来捣乱 耶路撒冷 王听见神人 向伯特利的坛 所呼叫的话 就从坛上伸手 拿住它吧 王向神人 所伸的手 就枯干了 不能弯回 坛也破裂了 坛上的灰 倾洒了 正如神人 奉耶和华的命 所设的预兆 王对神人说 请你为我祷告 求耶和华 你神的恩典 使我的手复原 于是 神人祈祷耶和华 王的手就复了原 仍如寻常一样 他很生气 第四节 他就向这个 从坛上 就伸手 说拿住它吧 王向神人 所伸的手 就枯干了 不能弯回去 这时候坛也破裂了 坛上的灰 也清洒 正如神人 奉耶和华的命 所说的预兆 王就知道 这是出于神 就对神人说 请你为我祷告 求耶和华 你神的恩典 使我的手复原 于是神人 祈祷耶和华 王的手就复了原 仍如寻常一样 这个就是一个 他请求先知 医治他 刚刚先知不是发一个预言吗 三百年后 南国一个国王 叫约西亚 他的名字就是 耶和华所医治的人 他要来捷径 整个北国 所以当这个 伊罗伯安 把手伸出来说 拿住他的时候 手就枯干了 不能弯回去 因此呢 他就恳求 这个神人为他祷告 使他怎么样 得医治 我想这是一个 神给伊罗伯安 很大的一个提醒 他要他悔改 他要他离开这种 把以色列 北国百姓 带入罪恶的行为 因为百姓 都去拜金牛赌 就是伊罗伯安害的 因此呢 你只要愿意悔改 我就医治你 王对神人说 请你同我回去吃饭 加添心力 我也必给你赏赐 你就是把你的功 一半给我 我也不同你进去 也不在这地方 吃饭喝水 因为有耶和华的话 嘱咐我说 不可在伯特里 吃饭喝水 也不可从你去的 原路回来 于是 神人从别的路回去 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 这个神人就说呢 对不起 耶华有吩咐我 不可以在伯特利这边 吃饭喝水 我回去的时候 也不会从原路 我要遵行神的话 我不像你 不遵行神的话 我要遵行神的话 因此我不会去那边 吃饭喝水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经文 给我们很宝贵的 这样子的提醒 第一 我们的安全感 要建立在神的应许 要建立在神的话语里面 神告诉我们 遵行他的道 我们就避蒙福 神就使用我们 做贵重的器 这个从大卫 吩咐所罗门的遗言 以及所罗门 早年的治国的精神 他也用这样的精神 影响五五百官 影响士农工商 的每一个以色列人 都因为顺服神 尊主为大 就蒙主的使用 使他们凡事 尽都横通顺利 这就是一个蒙福的道路 但是呢 如果在神的面前诡诈 跟神玩两面手法 因奉扬为 那神的管教 神的厌弃 就会临到你 但如果你愿意悔改 神就医治你 神就挽回你 神的同在 就愿意继续 停留在你的身上 但是呢 约罗伯安很显然的 他没有真心的 要回到神面前 说就算神 派了一个神人 再次来提醒他 你只要因为悔改 我就医治你 可是约罗伯安 仍然心硬 第二个 神人说 你不论你是国王 还是像我一样 做先知的 还是像别人 做祭司的 我们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老老实实的 听神的吩咐 不要给自己理由 不要给自己借口 神说可以就是可以 神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又若不安 你不可以因为 你自己的安全感 作祟 你害怕百姓离开你 你不信任神 你就 这个不愿意 老老实实的走神的道 我不可以 我这个做先知的 我要遵行神的道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信任神IN 我怎么做 你不信任神 你不信任神